打开2024之道门 客问着欢呼声中走出场 替党籍立委参选人站台拉票 看到民众党就盖下去就对了 文山南中镇这个选区 蓝白闹不合 民众党推张其路 要跟蓝英老将赖世宝一较高下 而总统选战蓝白要合不合 赖青的点名这是中国借选又一招 那如果你在问魔镜 说最希望蓝白合的是谁 答案也一定是中国共产党 就怕被说躺着选 眼看在野整合进入关键时刻 赖青的初级突然搬出魔镜 柯文折责效率赢招数没长进 民进党选举出了这一招 他也没有其他招 对不对 不然他就回答说那个鸡蛋吗 但没有他可以回答 他唯一的只有这一招 但是我老实讲 我每次说中国 中共从1996年到现在 一向是民进党最强的助选员 赖青的对蓝白左右开炮 举出九二共识服务贸易等关键字 剑指国民党就是北京2024的新头号 全世界最希望下架民进党的是谁 魔镜一定会跟你回答 就是中国共产党 因为民主进步党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更不可能去签和平协定让台湾布上西藏的后尘 要再抹红别人了 六层民意希望看到蓝白合作 难道全国的六层民意都是中共同路人吗 我经常说嘛 不要老是说 中共战机来 我们要迎来客机 找出和平创造的好时机嘛 不再只是回答后后做事 后有一出来受访 还来一句押韵 看来蓝白合作 侯克两人最大共识 先从攻击赖青得当 起手势 新新闻综合报道